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美味的追求 不断寻找着变化的可能 于是 庙成为洛阳美食的代名词 英雄不问来处 美味不论出身 绿豆 红薯 糖 是最为常见的食材 在洛阳人的巧思妙想下 他们统统变了味道 变了模样 变了口感 成为这座城市的经典口味 想要参透这份美味的奥妙 答案就在一个辫子 煮面最常规的做法是用水煮 但唯独在洛阳人看来 用酸爽的豆浆煮面 才是一碗面的正确打开方式 在洛阳人的手中 绿豆被赋予了新的滋味 摇身一变 化为纯香豆浆和面条携手 姜面条的味道 化作一代代洛阳人 魂牵梦营的味觉记忆 用洛阳话说 想面条 肿不肿 肿 不吃的话就想的话 姜面条的要玩 这份味觉体验可能让第一次吃到它的外地人 有些难以接受 人们常说 洛阳有一怪 面条放坏才来卖 就是这碗放坏的面条 让洛阳人爱了它一辈子 其实 让人误以为 面条放坏的味道 是煮面的豆浆发酵后 散发出的酸味 洛阳人爱这妙味 爱到骨子里 清晨的阳光 还没来得及洒满老城的街道 王全友 就出门散步了 这是他一天中最清闲的半个小时 小巷中的老姜房 隐藏着姜面条美味的终极密码 作为江房的第三代传人 王全友 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江房中的这些大刚 年龄和王全友相当 老刚 陪伴他度过了年复一年的治疆岁月 这刚是我们家的宝贝 在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 绿豆在水中浸泡了二十小时 变胖的绿豆是出江的最佳状态 豆子被一盆盆逃出来 洗去杂质 洗干净的绿豆 经过研磨即将改头换面 然而粗磨豆子 才仅仅是治疆的开幕式 一盆盆浓稠的豆糊过锣 一次次绿成豆浆 这是王全友一直在坚持的古法 我父亲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豆子一代也是这样做 有一口钢笔永远放着前一天留下的老浆 这是绿豆完成滋味变化的饮子 这些饮子要加入到新末的豆浆中 水和饮子的比例是王全友从不外传的秘密 当老浆中发酵成熟的乳酸菌 遇到新浆中极带分解的糖 新一轮的发酵即将进行 时间开始施展魔法 江坊所在的这条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世事变换中一切都在变化 但有一点王全友很确定 那便是江味不会变 洛阳人对江面条的热爱就不会变 江坊守护着这份味觉记忆 等待着惦念他的人 一大早 司马林就去买菜了 一把韭菜 几根芹菜 两根胡萝卜 再来一颗大白菜 这样的经典搭配 老洛阳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要做什么 洛阳人习惯把姜面条叫姜饭 要吃姜饭 姜可是主角 来了 今天吃姜饭 要多少 脱大蒜 不要太酸 烧得一样 司马林的母亲杨淑琴 已经92岁了 老人耳不聋 眼不花 穿针引线改衣服更是不在话下 老人是姜面条的忠实粉丝 每年洛阳举办民间姜面条大赛 他总不会缺席 今年的姜面条大赛即将开始 杨淑琴拿定主意要继续参加 92岁的高龄 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人生中的第三个30岁 既然要比赛 姜面条就从家常便饭 变成了挑战自我的热身 围权一计 气场全开 虽已过冒迭之年 仍然潇潇洒洒 最地道的酸姜 需要搭配自家最拿手的手擀面 儿媳妇王雪芹 擀面是把好手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儿媳妇干起活来 有着婆婆当年的利落 总将来得不上切捞起 喝了你请喝吧 姜 面 胡萝卜丝 芹菜 韭菜 这是一碗姜面条的标准搭配 老姜亲自出马 何时下面 何时放菜 何时把面捞起 每个时刻都拿捏得刚刚好 这是杨淑琴一辈子做姜面条的心法 酸姜与爽滑筋道的手擀面 一起在锅中熬煮 酸姜和面条相汁相食 酸味并不强势 微酸清爽 姜味香浓醇厚 鱼韵悠长 加入的蔬菜既可以补充晒食纤维 又带来了清新气息 一碗姜面条顿时有了色彩 迎来了它的春天 平淡的食材 此刻变得有滋有味 家获得了完整的意义 灶火燃起之时 洛阳家家户户的姜面条 味道迥异 但幸福的滋味似曾相识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 少雨而干燥 自古以来 洛阳人的食材清单并不丰富 然而 把单调的食材做出花样 让家常便饭 惊艳四方 却是洛阳人的拿手好戏 如果说姜面条是利用发酵 获得味道的变化 那么另一种洛阳美食 却是用形与味的融合 来以假乱真 虽然洛阳远离大海 但是一道洛阳海参 却是这里的一道经典菜品 咬上一口筋道弹牙 嚼劲十足 细细咀嚼 海的味道 肉的唇香在口中携手 惊喜 令人猝不及防 这个就是我们洛阳的海参了 但是呢 它可不是海里的那种啊 宝贝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做的吗 我当然知道呀 因为我是洛阳人 只有地道的洛阳人心领神会 此海参绝非彼海参 洛阳海参又被当地人叫做假海参 一个假字绝非贬义 反而透出洛阳人的自豪 这是因为它是用一双双翘手变出来的 今天师傅叶宇舟带着徒弟李亚辉离开厨房 前往五十公里外的田地里挑选做洛阳海参的食材 他想让徒弟明白 做好一名厨师的讲究 不仅在厨房里 更在厨房外 小脸你看你看 这这个时候红薯昌米 一切呢 一切我们小舅师傅用红薯清洁 老街人说啊 红薯糖 红薯末 力量红薯不能货 做了三十年的厨师 叶宇舟最擅长的就是为每一道菜寻找最合适的食材 这片土地便是洛阳海参孕育成长的海洋 大小褲子飞 来尝尝 大一点 叶宇舟要找的红薯叫极薯二十五号 它甜度不大 但淀粉含量极高 是做洛阳海参的上好材料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红薯是洛阳人最重要的主粮之一 如今 它却有着变化无穷的潜力 红薯被打碎成浆 沉淀出湿淀粉 装入袋子 沥干水分后晒干 晒好的淀粉细腻白皙 浴水成团 面团放入漏勺后 成条状流入热水中 凝固成粉条 紧接着用冷水降温 一冷一热间 激发出爽弹口感 冷却后的湿粉条 用竹竿缠绕 放在室外沐浴阳光 至此 红薯完成了它的初级变身 看着一根根红薯粉条随风飘荡 夜宇都知道 接下来的变身之旅 要靠自己和徒弟在厨房中施展魔法了 红薯粉条是领先主演 一根洛阳海参的鲜美 还需要木耳的爽脆 虾皮的鲜甜 五花肉的醇香来共同成全 就这个木耳如果我要不给它挑的话 那我觉得师傅会抓我的 平时你做的不对 你还没发现的时候 师傅一个小眼神 一看你都知道你错了 师傅是最严格的把关者 肉需选择三层五花肉 肥肉预热异化 瘦肉久煮不柴 鲜美多汁 稚嫩爽口 每次挑虾皮 我都感受非常深刻 这么小的东西 还要挑挑那么仔细 有什么用吗 特别着急 我坐不住 让李亚辉配菜 是师傅有意为之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 需要在细微之处磨练心性 师傅叶宇舟不善言辞 但手里的刀却会说话 像这样磨的只剩下一半的刀 叶宇舟有三把 手中这两把已经陪伴他十年了 老刀不老 专注和坚持就是心法 所有食材在菜板上迎来疾风咒语 高低交错间打出律动的节奏 师傅雷厉风行 徒弟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红薯粉条 木耳 虾皮 肉泥 在盆中缠绵切磋 但滋味仍需点化 洛阳人对胡椒粉的味道 有着独特的爱恋 胡椒粉的加盟 让人吃辣不见辣 增添惊喜 老抽上色 增加海参灵性 洛阳海参 追求形式 每一根海参 都由厨师亲手捏出来 看似简单易捏 但因馅料松散 塑成海参形状并非易事 从小拇指到大拇指 均匀用力 接触指缝的空间 用巧劲一握 馅料变得凹凸有致 以跟洛阳海参就此诞生 巧劲是一种手感 来自日积月累的练习 恰到好处的力道 来自平和如水的心境 等待彻底变身的海参 已在盘中列队 此时 它们需要热力的加持 完成口感和形状的最终转变 洛阳人爱汤汤水水 高汤打底 胡椒粉和醋是点睛之笔 从此 洛阳海参拥有大酸大辣的滋味 红薯早已不见踪影 唯有一份活色生香的洛阳海参 一口参 一口汤 参 筋道饱满 唇香鲜美 汤 酸辣可口 发汗解压 每到冬季 想吃这一口的时刻 纷纷寻味而来 做厨师需要灵巧的双手 需要先天的悟性 更需要赌食浩雪 精益求精 上有庙堂之高 下有江湖之远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 李亚辉已经启程 在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中 美食之美 从来不拘泥于食物本身 从眼到口 从口到心 食物与身体的融合 时常以便为桥梁 最平常的食材 不可思议的模样 以千回百转的风味 挑动味蕾 口感变化的惊喜 常常伴随甜蜜而来 这个像是在表演魔术的人 叫风乐 经营这家银丝苏点心铺 已经有十年 它总是能用精彩的手上功夫 吸引游客的目光 厚重的糖膏被拉成上万根细如发丝的银丝 在空气中屡屡飘动 拿出一屡 放入馅料 轻轻一卷 刚刚还自由飘动的银丝 瞬间归整 化为安静绵软的一个小团 当这一小团点心与口腔接触的一刻 银丝们便被瞬间唤醒 他们在口腔中飘动碰撞 送上迷人口感 为人们带来满心欢喜与甜蜜 这就是牡丹银丝酥 洛阳街头最常见的小吃 丰乐的手艺 学自父亲丰国旗 丰乐虽然早已能独当一面 但在父亲面前 丰乐总是期待得到认可 那我这个拉得怎么样了 这钱锅在转 力道得用均匀 每次都用金去 除了要考察做银丝酥的手法 时不时 父亲还要考验儿子的台词功底 吃的是历史 对 品的是美味 看的是绝活 带回家的文化 父爱如山 无论多大年龄 在父亲眼里 丰乐永远是需要他叮嘱的孩子 如今 丰乐也已经成为父亲 做银丝酥 是一家三代人乐趣的源泉 来给爷爷换一个 替我吃啊 好 爷爷糊涂白了没 我吃 你也吃啊 我也吃 你也吃 来 从一袋糖变成一把银丝酥 看起来简单 其实大有门道 美味总是需要等待 糖糕需要熬制四个小时 这个过程需修炼五眼金睛 当糖糕能顺着潮产成片拉丝下落时 糖糕才算熬成 用手指轻轻一弹即破 美妙不可言说 这需要细致的观察 万万不可错过这晶莹剔透的一刻 否则 糖糕会变脆发苦 功亏一篑 熬好的糖糕温度达到一百五十度 需将温度降下来才可以拉丝 风乐拉糖 一怕冷 二怕风 冷风会使糖糕迅速变硬 失去韧性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这样的天气是拉银丝苏的好日子 糖糕质地柔软 色泽温润 犹如蜜辣一般 糖的温度大概有六十多度 挺烫手的 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经常练出来的 平常人的话 拿着手还是肯定不行的 银丝苏因它赋予变化而美妙 变化的背后需要一双翘手 风乐的手因为常年接触热烫的糖糕 变得厚实而耐烫 糖糕打圈 揉成手镯形状 且不下坠时即可拉丝 拉丝的过程在这个瓷盆中进行 糖糕如何从一根到万缕 盆里装着这道数学题的答案 这片雪白色的盆中世界由藕粉铺就 藕粉能起到阻隔作用 赋予银丝苏根根分明雪白轻盈的特质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拉丝时 手速要快于糖糕变冷的速度 一旦手法不够嫌熟 糖糕变冷 失去延展性 就无法激发出轻盈的银丝口感 糖丝在藕粉中数量倍增 阻力越来越大 较劲的时候到了 气沉丹田 重心放于右脚 全身发力 但当力量汇集于手上时 却急需控制 屏息宁神 慢慢释放力量 力度要均匀 刚中带柔 刚柔并济 每到这个关键时刻 当风乐的脸色由白变红 一缕银丝苏便可大功告成 现在手里面汗太多了 必须要换手套 要不然的话 手套里面的水会丢到粉里面 你看我这个手现在 泡泡粥是又白又嫩的 把糖做出千丝万缕的形变 仅仅是风乐的第一步 让银丝苏饱含洛阳的味道 才是风乐下功夫的关键 提到洛阳便会让人想到牡丹 牡丹是花中之王 色泽艳丽 富丽华贵 在洛阳 牡丹不仅可以赏心悦目 其中的丹凤白牡丹 是经过认证的可食用牡丹种类 人们经常把这种牡丹的花瓣 烤制后作为点心的辅料 炒熟的核桃 芝麻 花生 三种唇香一同研磨 香味倍增 花瓣轻薄易碎 最后加入 唇香之余一抹花香点缀 牡丹从可看变为可长 跨越感官在口中绽放 牡丹的加盟 让银丝酥口感瞬间丰富起来 这是专属于洛阳的甜蜜 夜幕降临 洛阳的老街灯火通明 总有人寻着牡丹银丝酥而来 千丝万缕 缠绕着不眠的夜晚 风乐一家人 又迎来了一天最忙碌的时刻 当年 父亲把这个甜蜜的事业交到风乐手中 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 如今 一家人相伴 并肩忙碌 所谓甜蜜 尽在于心 绿豆的滋味穿越时间 变成难以忘怀的江味 红薯的味道跨越山海 拥有了海参的鲜美 牡丹藏入糖中 在口中绽放香甜 每一种味道 从平常变为惊艳 从舌尖划入心底 在美食的世界中 洛阳人求变 这是另辟蹊径的匠心 也是生活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